第五百七十九集 直接站了起来 你确定 莫维海点点头 血灵族是来自更高位面的存在 他们的实力极强 当初那位血灵族长老降临昆仑须 虽然让昆仑须一片血海 但是昆仑须的顶级强者 也是暗中拿下了六人 这六人便是被封锁在那些 大能在昆仑须构建的血灵秘境之中 不过他们的修为被压制了 能施展的实力没有上古时代那么强 这秘境本来是打算困住这些人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不知为何 里面竟然化为无上机缘之地 里面灵气极佳 凶兽纵横 而那六人的伤势也是渐渐恢复 古人被阵法压制 但在里面也是一方霸主 估计这两人改变了秘境中的一切 到了现在 血灵秘境早就失去了他之前的含义 反而化为一处兄弟 极其适合强者历练 甚至有大能认为 里面的一切 其实都和血灵族所在的地方类似 任何踏入的修炼者 只要活着出来 都会得到无上机缘 甚至可能见到那六位血灵族之人 最为关键的 这一次 韩云可能也要进入 具体缘由我就不清楚了 大后天 韩家便会召开一次会议 就是选定一些有天赋的爵士天才 进入其中 最低要求是虚王井八层 我墨家也在邀请之列 我打算让风儿进入里面 这是唯一一次见到韩云的机会 只是叶先生的境界和韩家要求 进入秘境差距太大 不一定有资格 叶晨陷入了沉思 很快抬起头道 没事 你们墨家到时候带上我就行 能不能进去 我自然会有办法 墨维海听到这句话只能点头 也就只能这样了 不过叶先生放心 这一次我墨维海就算拼了老命 也会努力给你争取一个名额 聊完了一切 天色已晚 墨维海便是安排叶晨在墨家住下 墨宁心中有太多的疑惑 想要去问叶晨 但是叶晨的房门却是紧闭 不打算见人 父亲更是吩咐任何人不得打扰叶晨修炼 轮回目的之中 叶晨运转九天悬扬觉 身上的气息不断爆发 隐隐有了突破之意 这突破之意竟然是两层 修为以及炼体 不过叶晨不急着突破 睁开眼看向面前的红衣少女道 墨宁儿 蓄灵族为什么要带走你们 墨宁儿摇摇头 墨主 有些东西我们无法开口 你也见到当初林前辈 想要透露一些东西 确实被轮回目的惩治 轮回目的的存在 限制了我们这些人的神念 更是限制了我们知道的一些东西 不过 墨主放心 你若是进入了昆仑须的血灵秘境 脾气便会真相大白 啊 还有 轮回目的既然选择了墨主 便不会对墨主做伤害你的事情 它必然有缘由 叶晨点点头 随后看向了那座血漆叶的墨碑 墨碑中光滑闪烁 一尊虚影仿佛若隐若现 叶晨能感受到 有一双眼睛一直盯着自己 恐怕就是要看自己 够不够格 成为血漆叶的徒弟吧 同时 叶晨感觉到眉心魔珠的力量 这几天越来越强 甚至有着一丝刺痛之感 就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就要发生 却是不知何时 九游试天枪的枪头 游蓝之光也越发闪烁 宛如深海的炼狱 两天的时间转瞬即逝 一大早 房门便被扣响 叶晨从修炼中睁开眼眸 大门打开 正是墨宁 叶晨 准备一下 可以上路了 你这几天闭关修炼 也没看你修为 怎长到哪里去啊 墨宁好声没好气道 叶晨没有理会 直接向着外面而去 不多时 叶晨便是见到墨维海 这次墨家带了 大概二十位强者 二十位强者 都在道远镜之上 至少给人的感觉 极度危险 叶先生 这次去寒家 不止我们一个家族 到了那里 还希望收敛几分 不然会很麻烦 墨维海提醒道 虽然和叶晨 没有太多解释 但是他也了解 叶晨的性格 完全不畏一切 这种性格 天生就是惹事的命 他也不知道 自己的提醒有没有用 反正话放在这里 叶晨点点头 那是自然 我这人 天生好境 不喜欢惹事 也灵天无语 老天无语 莫宁无语 突然 叶晨想到了什么 既然这血灵秘境 关乎许多势力 那几思卿的宗门 会不会也会参加呢 毕竟几思卿的天赋 应该也能入选 莫前辈 天兰宗可会参加 叶晨道 莫维海回答道 那是自然 天兰宗可是昆仑须 十大宗门之一 虽然这几年 没落了不少 落在了最后面 但是底蕴不容小觑 何况 天兰宗还有一个 天才少女 吉思卿 如果我没猜错 吉思卿 应该是天兰宗培养的 其中一位 帝尊敬强者 可惜了 但是这一次的劫难 昆仑须 又要可惜多少人呢 唉 听到这句话 叶晨 眸子顿时泛着寒光 吉思卿 竟然也要被送入 血灵族的手中 到头来 吉思卿竟然成为了 天兰宗送给他人的猎物 如果真是如此 叶晨绝不允许 似乎察觉到叶晨的愤怒 莫维海继续道 其实 没到那一天 大家都不确定 最后会发生什么 叶先生也不要多想 好了 该赶路了 林海诚距离寒家不远 大概几个小时的路程 叶先生在车上休息一番就行了 几十人的队伍 瞬间向着南方而去 而与此同时 昆仑须极南之地 一块高百米的巨大石碑 石碑宛如华夏 一座至高建筑 却是密不透风 上面有着无数个躺金名字 最上面更是刻着几个流光闪烁的大字 苍穹榜 昆仁须极至高千人都在起列 此榜比昆仁须任何排名都要准确 这一千人足以改变整个昆仑须的格局 而此时巨大石碑周围有不少人一个个留意着上面的变化 这都半个月了 苍穹榜竟然还没有什么变化 这是什么鬼呀 我也纳闷 据说苍穹榜是一位数法通神的人设置的 他以阵法覆盖整个昆仑须 可以勘测一切 至于排名也是极其古怪 有些事情你哪怕战胜他人 排名也不一定会改变 这好像是完全用真实实力衡量 算了 没什么好看 师父催我了 今日就是韩家那场会议 我在苍穹榜上有名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进入其中 就你那980名 你还想参加 如果真要算实力 惩罚局的向英杰或许还有些资格 毕竟人家是炼体 炼体和修炼同等实力 炼体优势不少 几人议论纷纷 而石碑后面的一处亭子 却是坐着两个老人 一男一女 两个老人靠在摇椅之上 目光也是注意着苍穹榜的变化 其中一人正是福泽之地的那位老人 这苍穹榜一直被那些人霸占 也不知道多少天赋之人没有露头了 可惜啊 哦 对了 听说前几天那福泽之地最好的地方被人选走了 一个老人道 福泽之地老人点点头道 碰到一个有意思的年轻人 我没见过 但是我总感觉这小子还会和我见面 那老人白了一眼说话的人 哼 能被你说有意思的还真没几个 改天我也想见见 福泽之地老人刚想说什么 整个苍穹榜居然抖动了起来 围观之人更是惊呼 苍穹榜变化了 快看 只见苍穹榜尾端的几个名字竟然消失了 我靠 向英杰也消失了 难道向英杰出事了 怎么可能 有人惊呼道 同时无数双目光却是注意到了一丝异样 因为有两个名字居然诡异地在上升 速度越来越快 夜沉 夜市天 很快夜沉的名字便是稳稳地落在了 苍穹榜912名的位子 取代了向英杰 人群背后良意 很显然向英杰死了 就是死于这个叫夜沉的人 但是人群对夜沉的注意力很快就消失了 而是目光死死地盯着一个还在上升的名字 夜市天 这个名字太过耀眼 眨眼之间竟然已经从最后一名跨越到了第900名 甚至还在不断上冲 疯了 彻底疯了 十秒钟的时间 夜市天的名字又跨越到了第800名 依旧没有停止 这是苍穹榜从未出现过的事情 周围的那些修炼者一个个表情惊悚到了极致 所有人更是瞪大了眼睛 宛若雕塑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夜市天是谁 怎么这么猛 一个身穿长袍拿着折扇的青年开口道 他手中的折扇也因为惊讶掉在了地上 难不成这夜市天杀了一位志强之人 不对 我怎么感觉这名字有些耳熟 好像在哪里听过 让我想想 好像是昆仑虚中报纸看到的 有人当场就取出一叠厚厚的报纸 一张张的翻了起来